妄神论即远 凡神 悟神 远 未妙闻是否 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 凡神是知 清净的神 里面更深的意思 是帮助我们求 也就是这种声音 能叫我们利烦恼而大扯到 这就妙了 这个声音 跟光一样的 佛身上的光 变照发解 叫长级光 声音也是变虚空发解 所以未妙闻是否 声方世界人都听到 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没听到 我们的耳根 被 被这个世界 隐身 这个隐身叫深尘 你看佛用的这个字 把它比喻作灰尘 尘是什么 染物 被这种染物障碍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 我们在此地能不能听到 从理上讲 能 为什么 阿弥陀佛的音声变发解 阿弥陀佛的光变发解 音也变发解 没有一样不变发解 我们是自己迷了 迷而不去 没听到 有人见到 有人听到 但是听到的时间很短暂 还没法再看我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也是变发解 宝相 阿弥陀佛 通通都是能帮助我们开悟 什么时候能问到 什么时候能见到 什么时候能听到 我告诉大家 阿弥陀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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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了 听到了 闻到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可惜他老人家前年往生了 在往生之前你要问他 你有没有闻到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听到 他会给你点头 他会给你微笑 他不说话 意思是 既不否认 也不承认 描着着你啊 你自己心里去体会 是 鸣心肩心 他跟阿弥陀佛 是通的 像有热线一样 随时可以通他 随时可以通他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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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